底下我们就介绍铁磁性 我们前面介绍过两种磁性物质 一个是顺磁性,一个是反磁性 这两个顺磁跟反磁 它的磁化率都维持定质 不过顺磁的话,它比零大一点点 如果是反磁物质,它就比零小一点点 于是magnetization跟H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种关系就是所谓的线性关系 因为这个是常数 那么线性的磁性物质 magnetization跟H,我们发现 它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有这么一个关系 那么如果是顺磁的话,这个比零大一点点 如果是反磁的话,这个比零小一点点 另外还有一种物质,除了顺磁性跟反磁性之外 还有一种叫做铁磁物质 这种物质非常特别 它的磁化率Km,这磁比一要大的很多很多很多 这个则是比零大一点点,比零小一点点 但是这个比零大好多好多好多 而且随着这个物体磁化的过程 它的质会变,会做变化 这就是磁性物质 现在我们看,如果我们把这个m跟h这个关系 我们画在重轴是m轴 横轴是h轴的时候 顺磁物质就是这个关系 这个是什么?线性关系 我们说这个好小好小好小 小得不得了 小得不得了 它只是比零大一点点,零点几 或者是负零点几 所以它这个邪率很小很小很小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用h轴来磁化一个顺磁或者是反磁物质 h轴是由电流产生的 电流越大,h轴就越大 h轴越大,m就是越大 不过呢,这个h就是大的不得了 就是电流大的不得了 h也是有限 那m呢,也是很有限 就是说你用顺磁物质 这个邪律是顺磁物质的 顺磁物质它的磁化情况非常的轻微 就是说你用电流来磁化这个顺磁物质 那磁化的这个程度只能够有一点点 但是铁磁物质就不同了 铁磁物质,你看 你的电流加,电流越大,h就越大 你h在这里,m就跑到这里来了 这个比h,比这个要大得多 你看它这样子上升 那就说你h啊,在这里的话 如果是顺磁物质 它的m只有这么一点点 但是铁磁物质已经跑到这里来了 你看它,而且它不是直线 不是直线,不是直线就是邪律在改变 邪律在改变就是它的开m在改变 这是我们看的这条线 那一般来说,我们看这个表 磁化率 如果顺磁物质,它比零大一点点 那么这个相对磁导率呢 kappa m是1加开m 那这个比零大一点点 这个就比1大一点点 那么在反磁物质来说 kappa m比零小一点点是负的 那么kappa m就是1加这个 那就是比1略小 比1略小 但是它还是正的 这个地方是负的,但是这里是正的 铁磁物质呢 铁磁物质呢,那就是开m大得不得了 等等我们会看这个例子 而且呢,它跟磁化过程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磁化过程 铁磁物质的话呢 这个开m大得不得了 而且随着就是这个邪率非常大 这个每一个地方的邪率都比这个邪率大得多 而且在变化 好 那么为什么铁磁物质有这种特性呢 我们有一个理论就是说 铁磁物质啊 它里头分成一个一个小体积 我这里是画平面的 其实它是个立体的 每一个就是一个体积 体积体积 每一个地方这个一个区域 我们就称它叫做磁域 magnetic domain 好,这个磁域里头啊 它所含有的这个原子啊 它的磁举都是大家同一个方向 就这个区域同一个方向 这个区域又是另外一个方向 也是大家同一个方向 跟这个方向不同 等等 那这个体积的大小呢 通常可以到十的负六次方 到十的负二次方 每一个词域含有 每一个词域哦 最小的话 含有这么多个 十的十七次方个分子 那简直是 就是说我们看起来这个数目啊 庞大的不得了 如果这个负 这个是这个 十的负二次方 三的秘密就是 十的二十一次方个分子 好 没有词画的时候 每一个词语的 永久词举 大家排列的很乱 每一个方向都有 我们就把 把这个 用这个来表示 这比较好画嘛 那就是 东 南 东南 西北 四个方向都有 那也表示它 排列的很凌乱 所以你在这个词外面 这个物质外面 就不感觉到它有磁性 好像我们一根铁钉 铁钉你在铁钉的旁边的 你不会感觉到有磁场 对不对 但是铁钉是一个 铁磁物质 它里头有永久磁点 但是它起初的排列是这样子 这个图是它的简化图 好 再来 如果我们把这个 起初排列的很紊乱的 这个磁性物质 它的磁钉排列很紊乱的 我们把它用外交磁场来磁化 结果它就顺着这个方向的磁域 它的体积就扩大 体积扩大 体积扩大 那当然这个就不会消掉了 那这个就朝这个方向 这个消掉 这个方向比这个要多 所以它就朝这方面磁化 你把那个冷气关掉 好 如果说它已经磁化到这个地步 我把这个外交磁场撤除 它又会回来 就是说这种磁化过程是可逆的 你加了外交磁场 它就磁化 外交磁场撤除 它又回到原来的样子 可是当我们把磁场继续扩大 那时候它顺着这个方向的磁域就更大 大到一个地步 你虽然把外交磁场撤除 它也不能恢复原来的样貌 那就表示说这个物体 你外交磁场撤除 它还是具有磁性 还是具有磁性 ok 好 那么我们继续把这个 External Magnetic Field变大 继续变大 变得更大 这个时候 它就另外一种情况 它不是这个磁域 不是这个Boundary Shift 它现在是什么 是把所有磁域里头的这个磁局 统统旋转一下 就让它原本没有这个分量的 这个原本也没有这个分量的 变成有这个分量 原本这个分量很大的 现在转一点点就变小了 这种是叫做Reorientation 就是它这个永久磁局 它重新再排列 重新排列 它这个状态 也是不可逆 不可逆 好 如果你继续增加 加到某一个地步 所有磁域的这个磁局 通通旋转到 跟外交磁场一样的方向 这个时候你再加大 也没有用 因为都已经朝这个方向了 你再加大 它不会再旋转 所以这个时候叫做饱和状态 这个状态叫做饱和状态 以上的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磁性物质的强度 它磁化强度 它跟H厂 跟H厂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是你也不能没有H厂 不过 它是因为 一旦有一点的H厂 它就产生了磁化强度 那么磁化强度 就让这个物体 产生很强的磁化 它的程度就很大 那么像这个 就是磁化强度 它因为它本身的磁化强度很大 Magnetization很大 所以它被磁化以后 它的磁性就很强 好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 之前我们提过 顺磁与反磁物质的磁化率 跟磁占强度成正比 这是顺磁跟反磁 这个顺磁的话比零大一点点 反磁的话比零小一点点 对不对 那么M是这个 那么B厂跟H厂有这个关系 因为H厂它是得μ0B-M 我们把它重新排在那边这个样子的 那现在把M用开MH加进去 它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我们也写过 如果是顺磁跟反磁物质 这个是常数 这个也是常数 这个也是常数 就是说这个式子是固定的 固定的 如果是顺磁跟反磁都是常数 但是如果说反磁物质的话 我们也写成这个样子 也写成这样子 但是要注意 它这里都在开M μR跟μ 不是常数 不是常数 要看它词化到什么地步 而有什么样的一个数值 OK 如果你硬是要把B厂跟H厂 写成这样形态 它很像顺磁跟反磁 不过不一样的就是顺磁跟反磁物质 这些都是常数 但是铁磁物质 这个不是常数 我们通常一个磁化的物体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磁性物质 我们现在要磁化它 我们现在看看 你加进去的H厂 跟它的B厂 有什么样的关系 因为我们这里就是要看B厂跟H厂的关系 对不对 这不是常数 那H厂 我们就是由这个线圈 这个线圈有电流 就让它产生H厂 电流增大 比如说从0开始变大 那这个H厂就开始从0变大 H厂跟I是成正比的 那这个时候呢 这里头的物质 因为有H厂 它的B厂就改变了 对不对 B厂就改变了 但是B厂是不是跟H厂 成正比呢 它不成正比 不成正比 你从这个地方可以测出来 因为这个可以测出它的flux 我们就发现了 这个B厂跟H厂不是线性的关系 不是线性关系 好 那现在啊 我们看我们刚刚那个圈圈就是罗兰圈 锡钢做成的 锡钢做的罗兰圈 我们不是由电流产生H厂吗 H厂跟电流是成正比 但是 但是它的这个kappa M kappa M就是E加kai M 跟H厂不是正比 这个不是正比 你看H厂在这个过程里面 哇 H只要加一点点 这个就变很大 变得很大 你看这个 从 这1500 就变到6000多 如果铁质物质在测化过程中 B厂跟H厂的关系 我们还是用这个来表示的话 我们刚刚说这个不是常数 因为你这个kai M 就是这个东西在变 这个随着它变得很大的话 那这个B厂跟H就不是一个常数了 好 我们现在来看B厂跟H厂 跟M有什么关系 这个变大就是M变大了 M变大 那M呢 是等于μ0KiM 这个μ0是常数了 对铁质物质来讲 这个不是常数了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数字写成这样子 就是Mu0M 再加上Mu0H加Mu0M 这个就是B0 就是里头 当这个线圈里头的物质 它是顺持好了 顺持就一点 就跟我们说真空了 真空 它就是这个值 那里头 这个 就是说你这个 单单由H产生的B厂 产生的B厂 没有磁性物质的时候是这样 当你这个罗兰圈里面充满了磁性物质 有了这个 它也有贡献 它对B厂也有贡献 它的贡献就是BM BM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时候的B厂 有两种来源 一个就是由H厂 磁化 另外一个就是 它本身被磁化以后 而产生的磁场 OK B灵等于这个 它是罗兰环的环心 不是铁心的时候的磁场 我刚刚说过了 而BM呢 它就是这个 是铁心 样品本身磁化后 产生的磁场 那我们 从这个式子就知道 BM 等于B减B0 它就是这个值了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B厂 B厂是这个 可以分两个 一个是这个 这个贡献 一个是这个贡献 这个 就是说你这个B厂 是由H厂 产生的 这个磁场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由 这个物质 本身磁化以后 产生的磁场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小得不得了 这个 因为这个 从这里到这里 这条线太长 太长 我们 我们 不可能画的 全部画出来 这里就是把它缩短 这0到1000 这是等距离的 以后呢 它就是 一倍的这个 两倍的 十的五次方 这个 四倍的 十的五次方 Ampere per meter 等等 这样画上去的 所以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出来 你这个磁化 B厂 由这个产生的 还有 由这个产生的 所以 这两条 合在一起的话 合在一起 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 前面这里 几乎就是说 这条线在这里 你看不出 它的斜率 斜率很小 很小 很小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几乎都是0 其实它就是 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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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H厂 影响B厂的程度 小得不得了 主要就是靠M本身在 赤化它 那么 这就是这个图的意思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要做磁铁 比如说你要做磁铁 你就要拿什么来做呢 铁铁物质来做 你磁化的时候 你只要加一点点电流 有了H厂 它就产生很大的M厂 就是Magnetization 然后Magnetization 一点点这个 这个就变得好大 然后合起来就是它 就是它主要的贡献 是来自这个 但是你没有H也不行 这个磁性物质 你没有不加一点的H厂 它就不吃化 不吃化你就没有办法 有B厂 大自然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 所以你要做磁铁 你一定要找铁磁物质 你不能说我要做磁铁 我随便找一个 随便一个物质 比如说我找一个木头 外面绕了很多很多的线圈 电流加进去 有H厂 有H厂会有磁铁 有H厂 它会产生犀利没错 但是它的B厂小得不得了 你加得很大很大很大 B厂还是很小很小 那我们人也是一样 你要做什么样的 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你最好看看 你是什么料子 你这个料子是什么料子 OK 你有这个料子 你是这块料 然后你一学习就通了 马上就出这一把蕾 像那些看过 学音乐的小孩 有天分的 一教那个音乐老师说 我教一教他就会 他都非常好 有的就是你怎么教他 他都不会 他是靠练习 练习 你加很多电流 就是加很多功夫 去弹琴 你的功夫还是不行 那有天分的一下子就 一点就通 OK 我们学哪一门都是一样 你要当 看你要当 什么样的一个 将来做什么样的一个人 你做律师 你做律师要有律师的天分 你要当医生 要有医生的天分 你要当这个 工程师 要有那个 要有那一方面的天分 工程师很多了 看你说从事哪一种 没有这个天分的 你去学那一定 辛苦的不得了 然后又 最后也没有什么成就 你是这一方面的 有这方面的天分的 去学这个 人家老师一点你就通 你很快 一练习他就 技术就很好 本事就很大 那么将来就很容易出人头地了 好 现在我们再看 磁性物质 我们就要看它 B厂 随作H厂 的大小 有变化 它的变化过程 你看它的变化 不是线性的 好像我们这里有个 把这个物体 做成一个 螺兰圈 你加上H H从零开始加 H 从这里 慢慢慢慢增大 电流慢慢增大 电流增大 它的B厂就是走这条路 走这条路 OK 比如说你零 H 变成这么大的时候 它的B厂正好是什么 是F F 可是 当你急划到这个地方 再回头 回头就是说 我H厂加到最大 再把它 慢慢捡回来 可以是原来这个大小 但是 但是这个时候B厂呢 它不是这样子回来到A点 它是这样子回来 从这条路 到C点 C点呢 它的B厂是H 所以它的B厂就不是F 而是H了 当你跑到这一点的时候 就是H 由最大值变成零 你电流都关掉了 电流到这里 变最大值以后回来 关掉了 这个主线圈没有H厂 但是它的B厂呢 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你这个物质 虽然没有H厂 但是它已经 它还有B厂 那就是说你这个物质 它已经磁化了 已经磁化了 好 那你再 把这个H 朝相反的方向 跑 H 跑到这里 那它就远到这条路径下来 远到这条路径下来 OK 如果你H再继续增大 它的B厂跑到这里 然后再从这里 F的 再往这方面 变化 它的B厂是这样子跑 如果你这个H厂 是在这个值跟这个值之间 来回的震荡 就好像是 我们 拿日光灯好了 日光灯它有这个变压器 变压器里头就有铁磁物质 那我们60个H 一秒钟 来回60次 它每一次来回 那这个铁磁物质 它就是远这个方向 跑一趟 跑一趟 那这 像那个铁磁物质 你看它 H从零变大的时候 它的H在这里 H 从这里 到这里 到这里 但是当 电流变小的时候 H还是照原来的回来 但是B厂不是 B厂 总是落后 H厂 H厂 你从这里 回到这里 已经是A点 但是它还没到A点 它要到这个地方 大小才是A 所以我们说 它B厂总是落后一个 落后H厂 所以这个 这条线 我们就称它叫做 持持取线 这个线叫做持持取线 如果是一个来回震荡 不断地来回震荡 它就构成一个 持持回路 这个叫做持持回路 我们通常一个铁磁物质 你通常都要画出 它的一个持持回线 这取线出来 这里头就可以知道 它H到什么地方的时候 你的B厂是多大 H到什么时候 你的B厂是多大 是过来的时候 你B厂是多大 回来的时候 B厂又是多大 等等 那么有了这个资料以后 我们以后就可以知道 它在什么样的H厂之下 经过什么样的一个 H厂的吃花过程 它的B厂在哪里 我们等等会有两个立体 告诉各位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一点 就是说 当H厂变成零的时候 它已经变成了永久磁铁 永久磁铁 我们再来看 那磁子回路就是表示 这个磁铁 磁性铁磁物质 它好像有一个记忆 它曾经到过哪里 它现在B厂是多大 就好像我们一个人 你直接从大学毕业出来 到工厂工作 人家给你多少钱 那是初次出来 但是你如果说你出来以后又去留学 留学以后又在某公司又做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就说你这个经历不同 而磁化过程不同 那你这个时候 你的经验就很丰富 人家要给你薪水 那就不止像你初出毕业的时候那个样子 而且给你那个钱你也不要 你说我都是有这么大的经验 你可以记得住你有多大的经验 那么磁铁也是一样 铁磁物质也是一样 它曾经吃花到什么地步 从哪里 哪个过程过来 它记得清清楚楚 这个叫做 磁子回路 那这一点 OD 这一段就是BR 就是称为样品的保持力 样子品的保持力 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 当这个 你现在 把H厂朝相反的方向 就是电流上相反的方向 加到这里的时候 它的磁又变成零了 那就是说我要让它变成零的话 这时候H厂是在这里 那这个 H就是HC 这个HC 它就是表示 要使样品中的磁产 降低到零 所需的反向磁产 的强度 这个叫做 交往里 coercive force 或是coercivity 但是你要注意 但是你要注意在这里 你H不是零 你如果H拿掉 它又回到这里来 那它是走这条路回来 所以它不是说你H没有了 它B厂同时没有了 你要H拿掉 B厂也没有了 那就说退磁 那你就必须要向这个路径 多来几次来回 每一次来回 这个H厂都变小 不是永远在这里来回 起初在这里 后来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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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最后就是H变成零 B厂也变成零 这个时候就是退磁 退磁退掉了 好 我们再看这个 铁质材料 它都有一个叫做零件温度 这个温度就是说 你高于这个温度的时候 这个材料就是顺磁性 不是铁磁性 你要这个温度以内 它才是铁磁性 这个温度我们称它叫做距离温度 所以说你有一个磁铁 你可不能把它放在火里头烧 温度一上升 它的磁就不见 它就变成顺磁性 变成顺磁性 那么这种铁磁性 它有这种特性 在距离温度以上 它是顺磁性 距离温度以下 它才是铁质材料 才铁质性 那么这个现象 这个物体会这样变的现象 我们也叫做相变 Face change 就好像我们水 你低于零度它就是冰 你高于零度它就是水 等等 这是相变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例子 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半径为A 这个半径为A 的圆柱形 永久磁磅 就是说这个磅磅 已经是永久磅磅了 我们现在要求 轴上 这磅的一端 磅端 在圆柱里头 跟圆柱外面的磁场 跟H场 就是说这个里头 或者这是外头 它的H场 跟B场 好 那现在我们怎么做呢 现在没有电流 没有电流 但是没有电流的时候 你不能就说 它就没有H场 不是哦 没有电流它也可能有H场 只是你这个H场 不能用电流来求 来求而已 H场不能用电流来求 好 那怎么办呢 好 我们就先看 它是磁化嘛 对不对 磁化有个磁化强度 磁化强度 就使得这个物体 会产生 体积电流密度 跟表面电流密度 那我们把这两个电流密度找出来 就可以求磁场 求了磁场以后 再把磁场跟H场的关系找出来 我们就由B场来求H场 好 我们休息一会等等 因为这个例子很长 我们休息一下再来 我们去看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